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的手机一直是好的 我真希望它摔烂 然后我爸爸他就来帮我 当我在玩Pokemon 的时候 我爸爸就进来 然后上去听了我的道口 爸爸就把它摔烂了 没有嘛 It doesn't happen like that 所以我们不喜欢坏掉了 但是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头 其实当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坏掉了 它并不是坏事情 因为其实当我们思考 这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当我们一直在想 坏掉的英文叫做Broken 大家说Broken 因为我们觉得Broken 就不好 但是其实英文的Broken 不一定是坏事情 比如说吃面包的时候 它叫做Break the bread 所以面包一定要是被破开 就是破掉 大家说Break the bread 所以就是你吃面包前 一定是先破掉的面包才能够吃 那比如说如果要耕种 耕耘前 他们说你一定要先破土 大家说破土 所以就是说不一定破的东西 不一定是坏掉的 就比如说在一匹马 一匹马 当它还没有被驯服以前 它就是一匹的野马 但是当它被Broken 这也是英文讲的 就是一匹马一定需要先被Broken 被驯服的时候 它才会从一匹的野马 变成一匹的千里马 所以这个破碎的这一点 并不是一件坏的东西 因为常常如果当我们没有被破碎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被使用 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自己是越强越好 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 主啊刚强我 主啊给我力量 主啊让我变得更好 我并不反对这一些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真的是一直变得更强吗 还是应该是说上帝求你来破碎我 因为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你知道圣经里头最强壮的人 他名字叫什么 哇这个考试有这么困难吗 再试一下 圣经里头最强的人 他名字就是力气最大的人 他名字叫什么 参孙 好好好 OK 好 所以他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考一下 叫什么 Samson OK好 来那我就问大家一下 在英文名字去取名字的时候 在取英文名字 大家取英文名字的时候 通常都会取什么名字 比如说David大卫 有吗 有吗 有没有 在这边有没有英文名字是大卫的 有好好好 一百个 好差不多 OK 好 因为大部分取英文名字都是取David 或者是Peter 有没有 有没有Peter 这边有没有Peter 有没有Peter 有没有 有Peter吗 有没有John 有没有John 有没有 有John 有没有Paul 有没有 有 有没有Jesus 应该没有 OK OK 好好 比较少哈 对不对 很少人说 I'm Jesus OK 好好 OK 好 OK Mark 马可 有没有 有 有 有马可 有 有Samson吗 有吗 没 不太多 我认识一个Samson 我的一个亲戚 所以当时他就说 我们就问他 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他说Samson 我们就说 因为你想到参孙的时候 你是想到一个强壮的人 还是一个失败的人 是什么 你会想到什么 Come on 你是强壮的 哇 他强壮还是失败 淫贼 有没有 你想到参孙 你是想到得胜者还是淫贼 因为他是败在一个女人的脚上 所以对参孙 我们不会有一个的感觉就是 我真希望我的名字是参孙 因为如果你知道参孙是谁 你就立会改定你的名字了 你不会想要被叫参孙 好了 听好 但是参孙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他是一个强壮的人 我来问你们一下 你觉得参孙应该是很多肌肉的 OK 很多肌肉 很多肌肉 肌肉 OK 你觉得参孙应该是很多肌肉 像这样子 还是参孙应该是瘦瘦的 再一次 一 很多肌肉 二 很少肌肉 再一次 一 很多肌肉 二 很少肌肉 OK 好 我们来投票一下 你觉得参孙应该是很多肌肉的 请举手 你觉得参孙 是很少肌肉的 请举手 好 我跟你讲我的看法 你看 圣经上面是这样子说的 经文是这样子说 大力拉 这个 她的 女朋友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人 也可能只是 她去寻找的妓女 我们这个都有可能的 大力拉说 参孙哪 非力士人 拿你来了 参孙从睡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活动身体 然后她说 她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她了 非力士人将她拿住 挖了她的眼睛 带她下到迦萨 用铜链 拘束她 她就在肩里 推磨 OK 就是说 参孙前面几次 有敌人要来抓她的时候 她就出去 他们就 用绳子绑她 就 绳子就断掉了 然后 当别人要来抓她的时候 她就突然就 啪 力量就出来了 但是这时候 她就觉得 我要出去随便动一下 她就说 我活动一下 就可以把别人给打败了 但是她 圣经他们就说 但是她出去的时候 她不知道神的能力 已经不在她身上了 所以她出去的时候 当他们来的时候 她是这样 啪 然后她就 就被抓住了 懂吗 大家了解吗 问题就来了 所以如果 她是靠着她自己的力量 她前面几次都可以 啪 所以这次 敌人来的时候 她就应该也可以 啪 因为她很有肌肉 大家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吗 但是这次 敌人来的时候 她是这 啪 让她被人家啪 就代表 她没有力量 所有的力量 都来自于上帝 所以她从来 没有过自己的力量 她所有的神力 都是从神那边 而来的是叫做神力 所以可见 她应该肌肉不大 所以每一次 大家才这么样子的惊讶 他们才问大力量 她说 她的力量 从哪里来的 因为如果 她的力量 从肌肉来 他们就不会问 她这么笨的问题 你有听得懂吗 就是你是白痴吗 她充满了肌肉 然后她问说 她为什么这么有力量 你们听懂这个逻辑 有没有听懂 就是她充满了肌肉 然后旁边说 为什么她这么强壮 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被她打败 不是嘛 就是她可能看起来 是像二的照片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弱弱的 然后每次要去抓她的时候 她就突然间有力量 然后大家就 哇 OK懂哈 这叫解经 懂了哈 对不对 这是按照解经的方法 你就能够来懂 因为她一定没有肌肉 所以大家才每一次 看到她的时候说 为什么 为什么她可以这个样子 大家不懂 问题就来了 当她 圣灵离开她了 神的能力离开她了 她的眼睛被抓走了 她被锁住了 她却推没了 她已经被人家这样子穷住了 她什么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就在这时候 她才祷告 她说 上帝啊 求你 看看我 再给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的力量 她说 让我用这一次的力量 能够去报仇 然后他们就把她 带到了 那柱子那一边 所以在这边圣经说 残孙死的时候 所杀的人 比活着所杀的还多 好好 我不要你们出去杀人 这不是 光与牧师为我们祷告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 没有 你听好 所以 重点就在这一边 当他一辈子当中 充满了力量 你觉得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 一直到最后 当他是破碎的时候 他做了那个破碎的祷告 他说 上帝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能了 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的机会 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行 我眼睛也看不到 你就给我这一次的机会就好了 就这么一次 让他说 他那一次 那个破碎的祷告的一次 做的比他一辈子都还来得多 所以你能够想象吗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是不是常常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自己很强 我们自己很好 我们自己很能 我不需要有这一些 然后我们就一直靠着自己的力量 我的课业还不错啊 我还蛮成功的 我长得不错啊 对不对 我家里的钱也蛮多的 你看看我的服饰也蛮好的 我根本不需要这一些 我干嘛要去小组 我干嘛要去祷告会 我干嘛要参加特会 我干嘛需要这一些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很好 yes 你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有过这个破碎的祷告 你那之后可以所做的事情 会远远大过你之前能够做的事情 你能够听得懂我在跟你们讲什么吗 如果参孙他提早做了这个的祷告 会不会在他一辈子当中能够完成的事情 远远大过了他所做的事呢 Amen吧 对不对 因为他只有那最后的一次做的事 胜过他一辈子 但是他如果他那一天的事情 是他一辈子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他就会成为全以色列当中 在历史当中最伟大的领袖 不是一个淫贼 懂了吗 在座的有多少人 你到现在还永远觉得你自己很强 你知道通常觉得自己很强的都是基督徒 特别都是信主一阵子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着了 我们觉得我们查经查过了 我们觉得我们的圣经也读完两遍 吃的那一些餐 已经吃到就说我不想要再去精心了 That's the problem 破碎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跟你讲破碎有三个好处 破碎第一个的好处 第一个的好处是什么呢 破碎第一个的好处 是让你能够被塑造 在耶利米书的时候 神就跟耶利米说 你去摇将那里 他去看到那些摇将的时候 他就发现地上有一些的瓦器是破掉的 但是这个的淘将呢 他就拿着破掉的 那一些不完美的 他就拿了它 再去重新塑造一次 做成了一个 这一个淘将能够用的器皿 你要知道常常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形状很好 但是问题就在这了 现在这样的形状是我们的想法说它很好 但是在神的眼光里 他说look 你觉得很好 但是你在这边有个破洞 你说但是我看起来很好 人家看不到破洞 对但是一装水的时候 这破洞就会被发现到了 但是就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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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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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好 神就说no 因为你是一个瓦器 我要装水在你楼里 你有个破洞不行 你就是上帝那怎么办 神就说我必须要破碎你 重新建造 你说不要啦 那神就说那你就没有用了 所以你必须要被破碎 然后才能够重新被建造 而且不是你要的形状 所以常常我们在神面前说 上帝我要变这样子 上帝我要是那个样子 上帝可不可以我要跟这个一样 圣经上面说 摇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坨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难道上帝没有这个权柄吗 我们所需要做的祷告 不是上帝你帮我完成这个 是上帝你破碎我 让我完成你的旨意 所以不是一直神啊完成我的旨意 神啊这是我的呼求 听我的祷告是 神啊你用我 你跟我讲你要什么 让我知道你的心意 你破碎我 让我不再是活着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现在开始为你而活 你们懂吗 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一直是一模一样 没有改变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被破碎 所以我说这个的祷告是大家不想要做的祷告 没有人喜欢破碎 你知道他们说人七岁的时候 他的品格就定下来了 很多的习惯就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年幼的时候必须要教导他们属神的事情 那你们一定在想了惨了 我十二岁才来教会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说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这就是最大神迹发生的时刻 全世界最大的神迹不是癌症得到医治 全世界最大的神迹是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 所以你看到在外面卖一堆的叫成功学的书 一堆耶 你每一次到书店里头 我每一次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一堆的书 每一本书都教你怎么样子成功 但是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本书教你成功 因为没有一本书有用 同意吗 因为如果它有用就不会有第二本 对吧 阿们嘛 你不觉得这就是很有问题 就像是这么多减肥的书 你觉得有用吗 如果有用就不需要这么多本 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是胖的 如果你瘦就不正常 我最近在说服我自己 这是我新的神学 有些人就说 No 光辉哥 You don't understand 我很强 我能做得到 你没有看过我 我很厉害 我觉得三国里头就有一个故事 我看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每次看三国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好笑 刘备离开徐州的时候 他就把张飞留下来 他就跟着张飞讲 他就说我把这个城交给你 关羽非常非常担心 就问刘备说 你确定可以交给张飞吗 然后刘备就跟关羽讲说 你一定要试试他 如果他这些控制不了的话 他怎么样子能够做大事呢 所以刘备走之前 就给张飞三条命令 他就跟张飞说什么呢 你一不得饮酒治罪 二不得暴躁任性 三不得张打士兵 张飞看了这个 他就觉得说太好了 大哥竟然相信 我能够做这些的事情 他就把这三条命 他就说这太重要 他就叫了一个的士兵来 他就说你把这一些的字 写得大大的 因为我要挂在那一边 挂起来每天读 每天看 因为我大哥竟然相信我 然后那个人 他的士兵就说 那大人要写多 他说要挂得跟碗口一样大 他说你把这话的大大的 因为我要好好的来 研读我大哥给我的话 然后这士兵就说 是 我现在就立刻去做 然后他就说 所以你等一下去 写完这个字之后 再把我最好的酒 全部都拿出来 叫所有的士兵来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的喝酒 所以三国里头的时候 他就去喝了酒 然后喝完酒 就仗打士兵 你们知道这故事吗 他打了那个兵之后 刚好又是吕布的亲戚 然后吕布就来把张飞给打走了 所以就讲到说张飞罪 张飞罪师徐州 我就要说 我们常常跟张飞一样 圣经里头所讲的东西 小桌上所讲的东西 我懂 然后你就立刻去做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吗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吗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所以你要说上帝啊 我做不到 请你重新塑造我 但是你不破碎 你就永远不会被重新塑造 我跟你讲 破碎什么样子 破碎才能发凉 积淀被上帝说 你去 带着三百个勇士 他去到那一边 他就说你手里 拿着一个的瓦器 里头摆着一个的火把 到时候你就要 打碎那个的瓦器 吹起那个的号角 然后再大喊 耶和华与鸡殿的刀 这个的策略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上面讲的 那个的时间 刚好是最黑的时候 所以他们去 虽然只有三百个人 但是因为黑夜里头 看不出来 所以他们带着这个的瓦器 他们慢慢的环绕 所以他们分成三群 他们环绕着 这个的敌营 敌营又是在山谷里头 所以当他们在那一边 如果当他们大喊的时候 就是一个环绕音响的概念 你听得懂 他们就听不出来敌人在哪 就下面的人 就听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知道 他们就以为是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他们又说 你必须要先打破 这一个瓶子 因为打破这个的瓶子 第一个就会有声音 所以声音就传下去 但是声音不只是传下去 就还会有回音 所以这个的声音就 再来吹号角 然后就会回音 回音之后 他们那些人醒过来还在害怕的时候 就看见到满山满谷都是火把 就被吓到了 我们不喜欢东西破掉 所以唯有破掉光才会发亮 一个的生命里头 如果我们不是破碎的人家 永远看不到耶稣在我们里面 真的就是那一个的谦卑破碎的人 人家才会发现到 你真的不一样 你真的不一样 他们看不到你的耶稣 直到他们看到你破碎的生命 因为你知道 这一个的重点 积淀去的时候的重点是火把不是瓶子 所以我要跟你讲了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活着的重点不是你 是在你里头的基督啊 你不需要一直隐藏你的破碎 就是在你的破碎当中才会显出他的刚强啊 基督徒你不需要永远假装你自己很强 你很能 你要能够承认你的软弱 神的光就能够照亮出来 你不是重点 我就发现 你知道我孩子他们很喜欢买一个蛋 就是健达出奇蛋 OK 健达出奇 健达出奇蛋 它并不最好吃 你们有买过吗 OK 我孩子喜欢买这个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有玩具 你们都是小孩过 然后每一个的玩具都不一样 所以就发现买健达出奇蛋的重点是吃巧克力 还是为了玩具 玩具 所以买了这个就是为了要拆开它 破碎它 拿出里头的玩具 你以为你是重点 不是 你永远不是重点 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的key point 是上帝在我们里面 那一个的宝贝才是key point 你看 喜饼合作的再漂亮 有用吗 一月你要的是什么 喜饼 对不对 所以喜饼合作的很漂亮 但是重点 就是如果今天你结婚 你去订喜饼 你去订了最贵的喜饼 然后它只给你盒子 还有里头很多的包装纸 你知道里头都没有喜饼 我把它最贵最漂亮的东西都给你了 你会开心吗 会不会开心 不会 香槟 它把里头的香槟拿走给你瓶子 红酒 红酒拿走给你瓶子 你不会开心 你想想看 圣灵摆在你里头 人家看到却是你这个瓶子 看不到你里头 你就想说 为什么他们都看不到 我改变了 因为你没有破碎 看不到 跟旁边说要破碎 破碎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的一个 破碎才能依靠神 圣经里头另外的一个一直成功的人 叫做雅各 雅各他一直成功 所以你看他胜过他的哥哥 伊嫂 雅各他胜过他的舅舅 拉班 雅各他得到了所有的东西 一直是胜利 直到最后的一次 他遇见到了一个 在河口 他遇见到了那一个人 我们知道那是耶稣在那 他就试着跟他摔跤 摔跤的时候 他一直的努力 一直的努力 一直的抓着 一直的抓着 发现他胜不过了 一辈子胜利的 这时候他做不到 这时候上帝就摸了一下他的大腿 我们都知道 从那一天开始 那一根筋就断掉了 我要让你知道 这一根大腿的筋 是你全体当中最强的肌肉 这一根的筋是最难断的 最难断的是这一根筋 就是你全身上最强的就是这一个 所以下次你跟我一样身体这么样子的健壮 你就说我大腿粗因为他很强壮 你看到太瘦你就说软弱 所以你越来越壮的时候 你就说上帝在建造我 听我说 听我说 上帝摸了他把他最强的给弄断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最强的不见 他每一次走路都需要依靠这拐杖 一拐一拐一拐 因为他再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 他知道我需要靠着神的力量 上帝他在这一边挪走这个力量 要能够来改变他 因为那原本我们自满的地方要被挪走 而且不只是这一个 上帝为什么要挪走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这样子被破碎呢 所以因为你想想看 不是只是被摸一下 不是痛一下 雅各他做了一点 我们通常看这个没有想很多 这个人就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很特别 他说你名叫什么 你名字什么 雅各就说 我叫雅各 你们看这个没有感觉对不对 我解释给你听好吧 他说 雅各的意思就是 骗子 雅各的意思就是 抓着 脚踝着 记得吗 因为当以扫跟他出生的时候 雅各抓着那边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接生的那一个妇人就问他 叫雅各 因为他抓着 他紧紧抓着 他想要得着 然后雅各的意思也是骗子 所以他跟上帝说什么 他说你是谁 他说 我是骗子 我是一个一直抓的人 我是一个贪心的人 然后这时候 神就说了 他说从今天开始 你叫以色列 因为你跟我承认 你是骗子 因为你今天跟我承认 你是一个 一直去抓的人 从今天开始 你叫做王子 你叫做得胜者 破碎的生命怎么来 你要去承认 说我有罪 我有罪 我们不喜欢讲这句话 我们不喜欢说我有罪 但是我们要学习 成为一个破碎的人 我们再回到残孙 我们没有一个人 喜欢 像残孙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像残孙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 我们 喜欢靠着自己的力量 觉得自己很刚强 但是我们都需要像残孙一样 说主啊 请你再一次给我机会 因为我有罪 但是给我再一次的机会 就只能再一次 让我能够被你 再一次来使用 你说主啊用我 用我 当他在那里说 上帝啊你用我 上帝听到他的祷告 他给了他机会 等一下 我们就要结束 我要你仔细的想这一首 我们要唱的十歌 因为他讲的是那香膏的玉瓶 玉瓶 香膏的玉瓶也很重要 这个的香膏的瓶子 记得重点不在于瓶子 是你一定要破碎哪一个瓶子 而且是唯有那个瓶子 你看不到它了 但是那时候那个影响力出来了 因为你闻得到 瓶子摆在那一边 但是你看 这边不一样 可能瓶子已经被扫走了 这也找不到了 但是因为 汗臭味已经不见了 这是什么味道 那影响力在 常常基督徒我们是希望 你要看到我 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我 Look at me Look Look 所以 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 在厕所一直 那也可以啦 你再抓一下 因为等你到四十岁五十岁 就没有东西可以抓了 你知道吗 你就只能拿一块布那么打量 然后你就年轻人看着你的头这样子 我们想要人家看到我们 但是其实我们是需要被破碎 然后破碎之后 我们才能够散发出来那一个的香气 破碎之后才达到我们的功能 破碎之后 身旁的人才迎着你蒙福 拜托碎之后 礼拜一要回去上班了 礼拜一要回去上课了 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永远没有Monday Blue 我们永远没有Monday Blue 我们应该很兴奋 Yes 我们要回去了 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河场 我要回到我的河场 我要去得人如得鱼 终于等到 所以学生你们应该一直在摩拳插掌 终于开学了 因为对你们来讲 过去那两个月 也都是假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还像叔父嘛 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那你就放假了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所以终于 Come on 所以请Come on Do something It is time It is time 台湾要因着我们被改变 台湾会因我们被改变 华人世界会因我们被改变 这是我已经一直多年的祷告 会因我们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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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 上帝在我们里面 上帝在我们里面 Come on 一起起立 是什么时候可以改变 我们被改变 会因我们被改变 有什么时候 我们被改变 我们被改变